這幾個小卡又來到開觀眾來信的時間 其實我之前每個月都會拍一個觀眾來信的影片 我上個月就打算停了這個系列 所以上個月就沒有拍到7月份的來信 但我打算沒有拍片大家應該會不想記信 誰知信比上個月還多 所以我就決定不再拍了 留了信比較多 所以我都會挑一些重點來講和回應 第一封信就不用開的,是明信片來的 是Mandy有網路斯技人的信 她就希望我拍多一些DIY片 好,下一封,保鮮紙包著 她畫了一本卡爾遇倉鼠的生活 是這樣的 好,下一封信 三隻烏龜 烏龜好玩得長壽 第一題不知道是什麼 第二題以前有玩過Roblox 第三題小時候看過什麼 卡通,不是動畫 多啦A夢 不過我們以前叫叮當的 好,下一封 你喜歡看我的DIY片 但是DIY片是用這種眼神的 下一封 我喜歡什麼怪人 打網歌 貼 原來他的貼紙是想給我送給其他小朋友 特別喜歡看智障劇場 這就是我的智障劇場 版上面的同學不知道卡爾是誰 但是他們 我之前有說過我的片 現在都不是太受小朋友歡迎 反而他的片 就很受小朋友歡迎 所以大部分人是認識他 不認識我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又不需要為這件事而生氣的 我覺得 好,喜歡下一封 你用什麼拍片 我現在拍我 這部機器是Panasonic G8 一部無反相機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條片 你這片為什麼十分搞笑 我都希望盡量用一些輕鬆有趣的方式 去表達一些我想表達的東西 七大罪的聽手 是什麼來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動畫 好,下一封 卡爾巴士用心服務 畫得巴士 那我大概知道你是誰 不過你都很有心 知道我的生日 用我的範圍來做號碼 哇,Date 真是你 第一題 那條問題呢 其實我想說 Youtuber和Youtuber之間合作很常見 並不代表合作就會有什麼關係 第二條問題 有幾顆蛋蛋 其實是因為智障劇場的關係 我才扮成一顆 實際上和大家一樣 正常都是兩顆 還有希望放些脫單 這樣說 沒拍過拖的人 會很嚮往拍拖 因為大家經常都會看到拍拖的美好 又或者幻想他會很美好 但發生了自己身上的戀情 是不是真的好呢 又未必 真的看人的 我現在這個狀態 又不抗拒拍拖 只不過 我現在都很享受單身 輕鬆的 好,下一封 女版卡爾 薩老師 小雲和小吉 好重要 還有一個 他說他自己用我 希望我可以達到300K訂閱 多謝你 下一方 嗨,我是中四星中五的學生 既然你是因為看了我飲品盒 弄銀包那個 咦,這個我第一次聽 教育界有關的東西 有什麼實際的工作環境和前景 如果你是很享受教的過程 我是建議你去做補習 多過做一些正規的老師 因為正規的老師 要做的實在太多 肯做的話 正式的教育老師 是比較穩陣一點的 第二題 其實我覺得寫字是否好其次 最重要是大家看得明白寫什麼 最後呢 你說 有什麼溫習方法 其實每個人溫習方法都很不同 有些人是看圖容易記得 那就依賴那些圖像記憶 有些人喜歡故事的 那就用其他字去連接這些故事 憑你過往的經驗 你覺得你比較容易記得些什麼 你就用類似的東西去寫 好 最後多謝你祝福 好 那就是下一封信 智章劇場15是什麼 我看看 如果有一個跑得比你慢的人 在後面罵你說 垃圾都會跑步 那你會回應他呢 那我會回應他說 你跑得比垃圾慢 那你就連垃圾都不如 那你不是間自然都只是垃圾嗎 有似是喔 哦 是啊 那條片 都是希望鼓勵一些創作者 附了兩幅畫 一幅就是跟回我頭像畫的 另一幅就是他幻想出來我女版的卡爾的樣子 老實說如果幾年前去化成一個女仔妝 應該都能騙人 但是現在這個樣子整個老的樣子 不過再次多謝你耐信啊Candy 下一封 多謝你祝福 100萬訂閱 為什麼會養倉船 為什麼會叫小人小吉 因為其實演員小時候都想養的 不過大家知道多了 也有時間了 才真的養 為什麼叫小人小吉呢 就是那首歌 小魂和小吉很重要 那以後可不可以拍一些實用性 就是你意思是拍多一點是不是 可以啊可以啊 好 下一封 哇好可愛啊這隻 你養的嗎 好好啊 下午頭十名之後 也有養倉船 我還有養烏龜和金魚 很熱鬧 多謝你來信 下一封 你是因為都市傳說片而認識我的 介紹一個你BANG隊的APP 你自己寫APP啊 這麼厲害 盒子 沒有一個盒子 如果你想我拍一些教剪片的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很專業已經拍了 已經不是什麼新的 沒有必要再做啊 對不對 弄APP天書 請問你不會不上字幕的原因 其實我最初都是見到有人要求上字幕的 那後來我想想想 既然都上得字幕 那不如就上一些大家看得懂的字幕 如果大家有興趣 學粵語的話 那就可以一邊看下面的書面語 一路都會明白我說什麼 中學最喜歡去哪裡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窄的 我也是喜歡留在家的 最喜歡吃什麼 薯片啦 西瓜啦 蝦啦 多謝你的來信 這個來自台灣的信 古代IQ題 請問綠豆是什麼 綠豆是加二人 因為綠豆加二人 哈哈 希望我可以每日更新片 大家見到 Youtube有很多一些每日一片的朋友 絕大部分 背後都有一個團隊 或者至少一兩個人幫忙剪 那所以其實首先 每日一片要投放資源 再者呢 每日一片出來的反應 都不是好的 大部分人都是差的 原因就是因為你急著要出那個量 質素呢 就正常都會下降 要逼著每一天要出片 而勾勁找些東西拍 那我覺得是沒意思的 拍到一次傳說呢 都要看看什麼題材 我也是 小小年第一次看的就好 下一封 比卡超人 很有趣 喜歡我實驗片 和小為小的倉鼠教學 最搞笑的是自障劇場 真是自障劇場 是什麼人都喜歡看的 希望我拍到一些實驗片 好 多謝你來信 好下一封 麵帽子 麥當勞球星 這個LINE的圖 這個塑膠蛋黃哥 是在紙巾剪出來的 我以前都會這樣做 我覺得有些包裝很漂亮 都會剪出來 還會留意 甚至乎自己加西面膠 有貼紙用 麵帽子 就希望我可以送給學生用 多謝你的來信和小禮物 好下一封 我認得你的字 你和同學有默契地的 你看到我們影片 大家多了話題 講到石頭紙 有很多坊間上有環境 你都未必知道 日後會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挑戰自己 其實沒什麼大想法 大家開了挑戰給我的挑戰點 會舉辦Fans Meeting嗎 Kids Reaction除了外 Fans Meeting 再想想 好開一下你的禮物 用NanoBlock組的 靠好的Icon 多謝你的祝福 老太風 馬來西亞的信 很大的Youtube 打破億訂閱 誇張 不是我的夢想 太遙遠了 1億訂閱 會不會繼續養倉鼠 這個問題遲些才立 好嗎 你還要不要繼續當Youtuber 短期內都會繼續做的 之後就很難說了 卡爾和倉鼠版的記像 多謝你啊Kids 好接著下一封信 有個磁石 有價錢的 由紐約寄來的 明信片 哦這個 會不會因為我片尾的關係 所以你選了這本記事寶給我 多謝你啊Kids 好接著下一封信 哇 好大塊 哇 20萬登錄人數 突破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他這個樣子 好平淡啊 跟我的粉一樣 希望影片精神 在未來有不會改變 好用心啊 給大家看我 最後一份 好像砌圖的聲音 哦原來是吃得的 好好啊 我接下來早餐有雀落 哦 接下來你考DSE 我這個是加拿大的手術 超大泳池 誰知道你弄完之後 你倉鼠不玩 所以很多人都很羨慕 我的倉鼠 第一不咬爛玩具 第二肯玩玩具 有很多倉鼠 要不就咬爛玩具 要不就好像你的情況完全不玩 好多謝你加拿大的手術 8月的信就開完了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再次多謝各位的來信和祝福 再見 我先試一下 嘩比水中小得好多 你還想什麼 那些芝士球 原來不是很甜的 我很怕太甜的東西 這個甜度剛剛好 OH MY GOD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